当亲戚问起感情问题 我决定用歌词给他们答案 都给我老师听八卦 弟弟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找女朋友没有 找了 找了现在怎么样了 发生的哪一步了 那一夜我喝醉了 我拉着他的手 胡乱的说话 我只顾着心中压抑的想法 狂乱的表达 然后呢 我没醉的眼睛 已经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拉着他的手 放在我手心 然后我错误的感觉到 他也没有生气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以为 他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那就好了 但是直到他转身 离开的那一刻起 我逐渐的清醒 我才知道 我把我的世界 强加给他 还需要勇气 你拉着他的手 他没有反应 那就是他同意啊 但是在他的那一心里 是怎样对待感情 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对我提起 在他看来 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他恋爱哪有笑话 所以我伤悲啊 那你带去求他呀 如果那天他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 他就不会明白他自己有多美 我也不相信我第一次看到他 就爱他爱得那么干脆 因为他太美了 真的 如果说没有闻到残留在手中的他的香水 我绝对不会辗转反射 难以入睡 哎呀 思念成这样 爱得太深了 你也别要求太高 可能这就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吧 各位还有看到没见过 我请识计划 稍等 还是 Inter misery 仲悔 欢迎订赛 订是对冲 这ựジャ 啊 感谢观看